烈子豬油的事件 我想剛剛我們衛生局林局長 跟社會大眾 跟突破媒體來說明的非常清楚 我們五會大家期待在大家嚴格的把關 為我們的消費者能夠在食安安全上給個交代 然後也給業者能夠安心的來營業 那也期待我們檢調單位 在給予我們所有機場人員做最好的配合 給予他們的權益的安全上的維護 期待給予我們大海南市 所有市民都能夠最好的食品安全 保障大家的權益 謝謝 好 看看各位媒體的朋友有沒有要叫的地方 好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簡單跟各位媒體 還有我們台南市社會各界做一個說明 台南市政府因應 為強冠公司或是工研整合委託強冠公司所生產的兩種劣質油品 我們的意見措施是採取原頭管控上下游追查 就強冠公司所生產出來的全統香豬油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跟相關局數 這幾天我們總共清查了有27家 包括有6家製造業 21家經銷業 那麼到9日為止 到昨天9號為止 我們總共封存了1275桶的劣質油品 數量達到19125公斤 那第二個呢 針對工研整合委託強冠公司所生產的核醬香豬油 台南市總共有41家的業者 也已經全部清查完畢 那包括23桶345公斤 那這些資料全部都上網在台南市政府的網站上面 避免呢 我們台南市的市民不慎使用 那第三個是 也是一個受害者 就是衛權公司它本身的12項的這個產品 有受到強冠公司所生產的劣質油品所污染 這一部分呢 台南市政府衛生局 也已經在台南市的各大賣場 七場完畢 同時呢 下架封存 那這個是針對這一波強冠 所生產的全統香豬油 以及工研整合委託 委託強冠公司所生產的核醬香豬油 這兩種劣質油品 在台南市所造成的影響 在食安上面的影響 那台南市政府所做的這些努力跟工作 特別跟各位報告 那就 市民非常關心 台南市政府所屬的教育局的營養午餐 到底有沒有受到這種劣質油品的污染 那目前 教育局所清查的解決是沒有 並沒有使用到牆灌或是工研整合 他們所製造出來的劣質油品 但是呢 是有三家學校 有不慎買到衛權公司受污染的食品 那這一部分呢 也已經都做過完整的處理 那另外呢 我們包括農業局 環保局 經發局相關局處清查的結果 目前 台南市轄區內 並沒有在處理油品的 劣質油品的這種回收 回收油品製造的工廠 目前是沒有 但是呢 我們會進一步的去清查 也沒有地下工廠 這部分呢 我們也會去處理 那簡單的講 台南市政府因應這一波的食安危機 採取的是原諾管控 上下游追查 然後在這幾天內 已經清查完畢 結果就剛剛一讀 我跟各位大家所報告的這個樣子 簡單做一個說 看看各位有沒有指教 市長 市長 請問一下那個 那中央跟地方要怎麼合作 因為這樣一連串的食安風暴 你們認為應該怎麼做 我覺得面對國人 對國人健康影響非常大的食安危機 這個時候 不以啊 非為責任 我們不認為馬總統在日前所說的 這是應該地方政府的責任這樣的說法 有助於建立國人食安的信心 我認為總統的高度 應該要召集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立法部門 行政部門 大家痛令吃痛 就整個環節所缺失的地方 來做一個整合 然後來做一個改善 建立一套可長可久 讓國人有信心的食安的制度 而不是在第一時間跳出來 以總統之尊 把責任推給地方 我覺得國人 應該不會樂意見到總統這樣的做法 那我們今天很負責任的 台南市政府跟台灣社會 也跟台灣市民報告 這幾天來了我們的作為 那後續呢 我們還會持續來欺嘗 加強我們的人力 以及更加全面的到夜市 各個末端的消費市場 去做基礎的工作 那我們希望能夠盡力的 維護台南市市民 食品的健康安全 市長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你覺得 整個認證的制度 那些都出了問題 都失靈了 這部分呢 非中央不可 這個已經成為是一個笑話 GMP本來是要保障 國人食品的健康安全的 但是現在卻淪為不孝商 販售不孝黑心食品的這個保證 那這個東西 怎麼可能是地方政府有辦法解決的 必然是要靠中央啊 所以這個也是因此 我們台市政府的基本的立場 就認為 面對這麼重大 全國串聯的食安危機 中央應該要站出來 地方也應該要站出來 各盡其責 甚至以行政跟立法都應該要合作 然後把食安危機 各種缺失 做一個改善 然後建立一套可長可久 國人有信心的食安的這個保障制度 這個才是國人之福 權利之限 而不是向總統 刻意跳出來把責任推給地方 固然在選舉期間 但是我們認為這不補取 這有失總統的高度 那對國人建立食安的信心 也沒有幫助 只是雪上加霜 這個不應該